秉持兩岸一家心的信念 加強兩岸交流合作 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點 靠著2015年雙城論壇上 抛出兩岸一家心論點 柯文哲獲得大眾支持 但怎麼過沒幾年 大船急轉彎了 我跟國來辦就是對手關係 因為這個常常要過招富有攻防 不准從 其實每年的雙城你知道 那個都在過招 還有那個 其實最慘烈的應該是四大運 我本來講說 我跟國台辦是對手關係 那你忘懂跟國台辦是什麼關係 在媒體追問下 柯文哲脫口說出 說自己跟國台辦是對手關係 但這句話好像怪怪的 回顧今年7月 柯文哲才到上海會見了 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兩人滿臉笑容 相談甚歡 柯文哲團隊甚至高調 開直播分享 怎麼自己可以反過頭來 卻要質問 望望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呢 對此蔡衍明發聲明回應說 自己對柯文哲很失望 質疑他的所作所為 有哪一項真的是為了台灣利益 另外柯文哲自稱跟國台辦是對手 但國台辦有必要把他當對手嗎 還是是用輸成或報備方式 解決表面上過招 另外蔡衍明說 自己在大陸經商都是單純生意 沒有特權 一個人身份入主媒體 因為兩岸交流 跟國台辦官員會面很正常 就如同柯文哲 也會跟他們會面一樣 另外蔡衍明重申 自己認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追求兩岸和平發展 最後要求柯文哲不清楚中國時報 余季中創辦人理念 就不要再消費余老先生 那余季中老先生 一生光明磊落 似無不可對的人言 那哪像你 什麼事情都吞吞吐吐 光是一個無色覺醒的東西 你可以想六天才想出來 為了政治算盤 連曾經的兩岸主張 都能無理投即轉彎 柯文哲恐怕把自己的聲望 摔得粉身碎骨 介紹台北綜合報道